金曲歌王羅時鋒不只唱功依舊 近年來更斜槓拍影片 和侄子張敏盛創立YouTube頻道 再度翻紅累積七十八萬訂閱 不過如今兩人卻無預警拆夥 頻道把羅時鋒除名 影片也全都下架 更傳出雙方鬧翻 疑似和AB合約有關聯 羅時鋒發出聲明 礙於法規導致影片全數下架 隻子如今已經獨當一面 會繼續用不務正業平臺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未來各自努力安好 而羅時鋒的侄子張敏盛 也發出律師函 因為雙方生涯規劃不同 決定終止頻道的合作關係 強調不務正業公司 絕對沒有AB合約問題 感謝這一路成就彼此 今後跟鼓掌人是家人 只是遺憾沒辦法繼續做好作品 話題延燒引發外界揣測 藝人曾國成也表示 上禮拜有致電關心 坦言七十八萬訂閱還不錯 對於兩人拆夥小意外 而目前頻道已經更名為 不務正業 職子出租中 未來將全權交由職子經營 而羅時鋒則另創大牛比較懶 過去在影片中兩人互動 神手觀眾喜愛 羅時鋒更被封為國民估掌 只是以後要再看見兩人同框 恐怕很難了 三星新聞中文報導